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们一个月没有见了 这个聚会真的很重要 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恩典 特别我这次到台湾去的时候 首先很感谢各位为我祷告 在那个地方我领受的恩典 特别我在讲有关情感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我今天也得到感动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 妇女聚会特别要在这个方面 教导我们姐妹们也弟兄们 姐妹弟兄都有情感 各位懂什么是情感吗 你的emotions 有些人的情感 各位你看 比较丰富 容易哭 容易笑 亲和力很强 触动力很强 当然这样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闷的 很开心 很喜欢跟你沟通 有一些人呢 你会感觉他比较理性 他没有这么多情感的表达 然后你就说这个人好像木头一样 这个人没有情感 这样讲是错的 这样讲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 我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能够喜怒哀乐的一个性情 从这个emotion 情感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feeling 重点是我们怎么用这个情感是很重要 那么有一些人呢 我是发现他们情感泛滥 情感泛滥的人呢 没有思考 用我们基督徒的话 没有祷告 就看什么不如意就发脾气 不开心 先激动 情绪化 那这样的人呢 只要你现在讲的东西跟他是不相称的 他不能想 他不能静下来想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情感泛滥 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 他慢慢就会受他的情感控制 那么很快的 他情感怎样 他的思想就怎样 所以有些人说他的heart over the head 有些人是这样讲 那另外有一些人呢 他们的问题是 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 那比如说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表达 我们表达我们的爱意 我们的关怀 对不对 那这个重要吗 重要的 你给他们力量的 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疼爱 也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原则 我们很肯定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一个情感 各位你发现你在用一个情感来跟他说话 或者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表示出 从我们的情感表示出 我们很尊重他们 有吗 我们跟人在一起都很尊重 你跟我是一样的 不管我是牧师 你是会友 也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 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跟姐妹在一起 我的情感是比较温柔一点 温顺一点 不像在台上打仗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我跟各位讲 我跟弟兄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情感是比较少流露 但是也是有 但是我是比较客观一点 各位会感觉得到 所以这个情感是要表达的 有时候我也跟各位说过 有时候我们跟人说话 我们的语气占70% 内容占30% 这个是当然心理学所讲的 但是这个有它的有一些真实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跟我们同工们说 你们要跟人讲比较重的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清你的情感 那块 比如说你要顺服 你要顺服 这样讲 你要顺服 或者有时候你很迫切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顺服 有这样的用你的情感来说话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情感 如果我们懂得使用 那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是会有时候带给人力量 对不对 你可以给一个人顺服的力量 你安慰他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不懂得用情感的时候 反而是会拿走人的力量 教人失去力量 对不对 各位 最教人失去力量的是什么 你们问 就是人的埋怨 对不对 你跟一个很厉害埋怨的人在一起 天天埋怨你 天天埋怨你 哎呀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 这个是人埋怨的时候 你会照着他要的给他做 对不对 我给你做 但是过后你会发现 你心不甘情不愿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也不愿意做给他 他还有埋怨 所以他埋怨的人也是自己越来越失去力量 越来越被他的情感控制 那旁边听他埋怨的人也是受他使唤 这样 所以两败俱伤 你们会了解吗 所以这个情感的东西 由上帝给我们 特别的重要 我们要懂得怎么使用 来叫旁边的人受益 也自己受益 所以还有什么 刚才我说什么 有些人不懂得 有些人是情感泛滥 第二 有些人不懂得表达他的情感 还有一种人是 一直要满足他的情感 你只要满足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说 我只要开心 我要自由 我要感觉被爱 各位有没有听这样的人说话 各位当然你要开心 自由 喜乐 悲哀 这是上帝都愿意的 对不对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用什么知道你开心 你用什么来断定你自由 如果你用你的情感来断定 我感觉我很自由 我感觉我现在很开心 我是开心了 我跟各位说 你这个开心自由很快会改变的 因为你的情感是很快改变的 你受到环境的影响 你马上就改变了 那你就发现 我刚刚有的自由平安喜乐不见了 所以我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的人 我们错认真自由 我们错认了真喜乐 为什么呢 我们只有用情感来断定我自由吗 我喜乐吗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人 现在我说 涌进教会里面的释放 医治 我主日还是门徒培训众 就说哭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哭一场 其实这些动作 这些方法 是只有满足情感 根本没有给人实质上的满足 The real substance 实质上的满足 这种东西做多了之后 这个情感慢慢就畸形了 或者不正常 脆弱 越来越脆弱 不会知道吗 那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你的情感受满足需要吗 为你需要吗 对不对 有谁在你说 你的情感不需要受满足的 没有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问各位 但是我现在问各位 你的情感怎么受满足 好 你的情感就满足了 满足了很奇妙的 该做的你做了 然后有时候情感有失控的时候 有点很生气了 你不要放纵你的情感 截至 不要跟着你的情感 发脾气这样 很奇妙的慢慢慢慢 你就好起来了 这个情感就会满足的 所以很多的人是要从外界得满足 但是其实你这个情感要怎么用来 你面对神 神教你做的你做 对不对 所以诗人大卫 他也是用情感仰望主 对不对 仰望主 祷告 然后遵行主 这些方面自动的 你不用去满足 要特意去想什么方法来满足他 主是你的喜乐 主与你同在的时候 其实你做什么都能享受 一步一步 你的情感慢慢被调整 归正 然后得到满足 很多人是不明白这一点 我跟各位说不容易的 我跟我们堕落的人 我们一直活在一种缺乏欠缺感里面 一直不够 一直不够 不开心 然后你一直要找 找钱 找爱情 找顺利 找很多的东西 你一直找 到最后你发现还是不得 有一个地方空洞的 得了一下又没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 正确的认识 使用我们的情感 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方面 我们一起多认识 好吗?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 我们看菲利比书 我今天因为时间太赶 所以我没有给各位之前先 刚刚我给了字名 可能他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先 如果有圣经的话 你放开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 你们会看到我们使徒保罗的情感 他就写出来了 如果上面有 你们看 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三节 一章三节 三节说 保罗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有没有?菲利比书 我每逢想念你们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情感 就感谢我的神 其实第四节也有 我忘了放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各位 你保罗就欢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信徒读了这封信之后 也得安慰 然后第八节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 各位 我愿意各位 很多时候 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一个礼拜见一次 但是一看到彼此的时候 你用你的情感来能够告诉他 你想念他们 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 又看到我们这群弟兄姐妹 就站在后面看你们的背影 在这里有一个喜乐 原来这聚会 圣徒相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积极方面 按着神的话 按着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用情感来喜乐彼此 另外情感有时候不一定是用在积极方面 有时候也有我们情感有好像负面的时候 那个负面也可以成就主的美意 所以一个人不能活在这个地上 整天只有开开心心的 那开开心心是也有 但是也有我们挣扎的时候迫切的时候 有时候有忧闷的时候 有难过的时候也会有的 所以我们看另一处经文 另一处经文是《格林多后书》 《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如果你们翻到前面 《后书》十一章 十一章二十九节 保罗他经过很多的苦难 这个地方他讲他经过很多的苦难 如果你们有看前文的话 他怎么受逼迫 在传福音当中怎么危险 假弟兄怎么要伤害他 很多的苦 肉身上 心灵上 但是二十九节 但是他的最挣扎的地方 还不是他自己受的 他是为教会 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我们常常说我们软弱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 各位 这个方面 当各位越来越属灵 你的难过感 你的软弱感 甚至这个地方能够让弟兄姐妹 看见神的作为 等下我会多讲这个方面 我们要让人知道 现在神的仆人他难过的地方是什么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会谨慎 我们也会迫切 对不对 保罗用他的情感来告诉我们 我是这么为教会难过焦急 为弟兄姐妹焦急 我们也为这个东西焦急 这是一点 但是他怎么得知放 十二章十节 他这里又说 很多情感的东西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这些都是负面的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很奇妙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缘故 这些软弱 困苦 极难 是都有主的帮助 主的恩典在里面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是怎样? 靠主而就刚强了 这也是我们信徒要学习的地方 不能一直消沉消沉这样下去的 我们在患难 困苦当中 怎么看到希望 看到主的帮助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会交集的地方 我们看到罗马书 罗马书第九章 如果上面 我们看上面 如果有的话 这里也有 保罗说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很多的负面的情感 为什么呢?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轻 就是自己被救主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所以为了他们的救恩 他很伤痛 各位 我们看这几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 认识到 保罗是怎么使用他的情感 各位 以前我在传统教会来 我几乎都没有听过牧师 特别讲有关情感的信息 讲情感是好像不属灵 情感的人 就是情绪化 不属灵 这个方面 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 他是怎么的善用主给他的情感 我们的情感是 叫我们直接能够接触外界的 所以先明白 外界好像我们的环境发生什么事 好像忽然间 我们旁边的人难过的 我们马上接触到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用我们的情感 直接影响外界的 但是各位一定要晓得 我们要懂得使用它 所以圣经也说 有时候你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不要动怒 不要这么快动怒 你再听 再想 再思考 这些都是我们情感方面 我们从真理要认识的 首先我给各位三点 三点很重要的话 第一 我们要认识这个情感 你先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心情感 跟我一起说心情感 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的 你的是旧情感 认识主的意思就是你重生了 你重生了 生出来的新生命 对不对 一定有一个心情感 那个心情感是什么 所以我用两方面来讲 这个心情感里面有两种感觉 两种感觉 一个叫自然的感觉 一个叫属灵的感觉 各位有没有自然的感觉 自然的感觉 一般的人 还没有信主的人 会感觉的 你也会感觉的 如果有一天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 你很难过 你会哭 对不对 这是自然的感觉 有时候你的孩子很固执的时候 就是一般做父母的 他自然的会生气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固执 或者有时候你看一些 我不懂 有没有看一些纪录片 或者看到非洲的孩子 皮包骨的时候 你心里面 为他很难过 这孩子怎么没有东西吃 有一次我就看那些纪录片 没有东西吃 妈妈就是拿石头来煮汤 然后睡一睡 等他煮好了 你就有的吃了 叫他们睡 因为睡了不会饿嘛 对不对 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心里有没有这个情感 有一点 这是人都会的 很自然的 对不对 外邦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触 很自然的感觉 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属灵的感觉 属灵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外邦人不能跟你一起有同哀同乐的那个 但是你会感觉到 因为你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 你对神所给的真理 因为祂的真理向你显明了 你有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从那时候起 你有一个新的感觉 我每次看 我最生气的地方是 我的孩子每次 主日学不认真的 我就每次听到老师 连自己的母亲教主日学的时候 看到他们那边闹 那边不听话 这样的东西 以前我来的教会 主日学老师是拿着藤条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跟那个规矩 我们教会有很多恩典 对不对 孩子很多人 他们都不懂这个恩典 他们就这样 心里面很生气 有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 我们特别愤怒 特别激动 有时候 最近 这个homosexual的东西 这个同性恋的议题 再一次被讲的时候呢 很多人出来讲 为什么同性恋 为什么圣经总是反对同性恋 这样的话 甚至有一些牧师他们妥协 说上帝也接受同性恋的做法 这些东西 你们的生活 上帝都接受 这些话 听的时候呢 心里面有一些激动 为什么 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心的感觉 已经是结合了救恩 结合了永恒 结合了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一个道德 有一个心的圣洁感 所以有时候 你为一些人很焦急 人很好 但是他不信主 你心里面很焦急的那种感觉 这个叫属灵的感觉 甚至我看非洲孩子没有吃东西 我说主啊 他们真的是可怜 但是主啊 谁跟他们传福音 好像忽然间有这种感觉就出现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个自然的感觉呢 跟心的感觉是重叠的 overlap 有时候你也分不出 但是很奇妙的 你里面就是有两个感觉出来 为什么上帝呢 没有把我们的旧的感觉拿掉 自然的感觉 上帝仍然给我们这个有自然的感觉 但是有新的属灵的感觉 结合在一起 这个叫新情感 为什么有两种要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活在地上 主教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伤的人同爱 对不对 我们一定有 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要感触到他们能感触的 如果我们基督徒全部就 我们的属灵啊 没有那个自然感觉了 一般人吃 好吃啊 很开心 去玩啊 你心里面说 这个东西都会过去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以后我们要建筑 这些东西不要淘汰 这样的话你太属灵 那人感觉不到你了 所以这方面 主给我们圣明 有自然的感觉 有属灵的感觉 有在一起 但是各位注意听 这个叫新性情 但是当你继续在主里面成长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你的属灵的感觉是越来越多 这句话很重要 越来越多 有没有 所以你信主五年 十年 二十年了 你问 你问 你的属灵的感觉 比如说 注意听我讲这个东西 有时候 真的叫你生气的 叫你很迫切的是什么 你一定问 好像我已经信主三十年了 我 我的孩子有时候知道 爸爸不喜欢我们懒惰 爸爸要我们管理时间 爸爸要我们把书读好 爸爸要我们的品格方面 要尊重的尊重人 尊重老师 但是 很多东西要做 对不对 很多东西 但是爸爸其实要的是什么 爸爸要的是 你们遵行主的旨意 这句话很重要的 我要你们遵行 如果你知道是上帝要你们做的 你们要做 你们不要随心所欲 所以他们懂了 爸爸有一个 他最生气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读书 不礼貌 最生气的是 你们不遵行主的旨意 你们明明知道是 主教你们做的 你们不做不干 随心所欲 所以他懂 你知道吗 我们给人那种 我最生气的是这个 我不开心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 很重要的教材来的 有时候我们要教导 我们讲很多道理 对不对 还不如他一看到你 你最难过的是什么 好像保罗 我极其忧伤 对不对 他极其忧伤 有些东西是忧伤 但是有些东西极其忧伤 为什么 因为我的亲族没有信主 我看很多信主 他们很生气的东西 都是其实芝麻绿豆的东西 好像跟一般的人 世界的人很生气的东西 也计较的 很厉害 那人就问你 到底你的信念在哪里 因为看到你的情感 你很和切的 很感觉不公平的是什么 跟一般的人一样 所以他们就不能认出 你的基督徒很纯正的信念在哪里 有一次我的孩子就跟我说 爸爸 我不要做牧师了 为什么不要做 原来那时候我要宣教 我要中国去台湾去 两个礼拜 他就一两天看我 我的呼吸也这么重 他就感觉 他就直接 我的小儿子 特别他跟我一样 他能感觉人的情感 人的东西很强 所以他就感觉 爸爸的 为什么呼吸这样 好像他的表情 脸色好像很压力 我不要这样的压力 以后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孩子 对了 你能够知道爸爸的迫切 我的压力 因为你知道 我爸爸没有什么东西是很压力的 对不对 除了要传讲神的话 要跟圣民在一起 要兼顾他们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牧师应该压力的地方 如果你做一个牧师 就是开开心心 吃饱饱 然后他整天讲笑话 跟人开心 这样来讲神的话 你干脆不要做了 你做相声的 对不对 做演员这样做相声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为了天上的道 这么迫切 对 所以以后你要做牧师 这一定是神呼召你才能做的 所以我也这样跟他讲 但是这个是 从那时候起 他对神的话 有一个慎重感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要你们去想 等一下你们小组分享的时候 你们特别问自己 问彼此 你们真的很焦虑的 很迫切的 很难过的 是什么 那么你们问 你们信主五年十年之后 有没有改 你们一直听了神的话之后 对有一些东西这是不圣洁的 有一些东西以前觉得不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人的生命上很重要的 不要绊倒人 有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些 如果你不能骗你自己的 你的情感是你的feeling 你的emotion 对不对 你一定会懂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会知道 你在灵性上已经成长了 而灵性的成长不是单单知识 你知识懂的东西 一定到你的情感里面 反射出来的时候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气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 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爱主 我们都要喜乐 对不对 有时候我看到 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装修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要帮助 愿意要献上的时候 那个喜乐 你们爱主的家 很喜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会知道 我愿意各位多确认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 第一是你认识在基督里面的心情感 第二 当你信越来越久之后 你一定会偏向比较属灵的情感 属灵的感觉 那个地方要显示出来 然后第三 最后我讲完 第三 有些东西你说 牧师 但是的确我还不够属灵 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真的还不够属灵 那么求主帮助我 让我不要把道只有装在头脑 实际上我的心能够跟主的一样 主喜悦的我喜乐 主讨厌的我讨厌 这个第三 但是我是人 我要怎么能够达到像主一样 所以第三 你会发现你的信仰道路里面 你会经过很多破碎的情感 跟我一起讲 破碎的情感 各位有没有经过破碎的情感 破碎的心灵 大卫的师哥每次说破碎的心灵 对不对 各位 你破碎的时候 你才会挣扎 然后挣扎之后 你的灵性才会更上一层 我在服侍主的时候 人 就是有一天 这么好的人 有一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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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才明白 主啊 当人离开你 你很期待的人离开你了 你很期待的人听了 假道了 你心里面是 你很痛苦 这个痛苦叫你思想 主啊 原来只有你才能叫人的生命 占你的主 不是我 你还没有破碎之前 你以为我主牧师 什么都可以做的 有思考能力 有口才 有胆量 你破碎之后 你说主啊 原来我只是一个仆人 我只有按着祢的话 我就是杀种浇水 但是是祢教他的活 对不对 你们养孩子养得这么大 有时候 有没有到一个地步 你很激烈吗 有没有 讲都讲不停 为什么他越大越不停 然后你破碎了 对不对 你来到神面前你破碎了 有一点你想通了 主啊 原来孩子慢慢长大 他有独立思想 他有自己的世界 我不能每一样东西要控制他 我只有一样东西 主啊让他爱主 就好了 对不对 原来你破碎之后 你才会明白 你的愚昧 有时候你自己的理想放不下 或者你的动机不纯正 你要孩子这个好 那个好 这个什么都好 其实只有一样东西他好 主会教导他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们人放不下的路 我们做父母一定破碎之后 你跟神挣扎摔跤 主啊我明白了 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 有一点重 我的道一定会挑战你们的 有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 有一天很生气的回去 其有此理今天牧师是在讲我 有时候呢 我在牧养这么多年 有些弟兄们 其有此理牧师在讲我 牧师很重 但是呢 他回去一直挣扎 一直挣扎 好像被火烧一样 后来 不要来教会了 两个礼拜不要来 两个礼拜不来了 后来挣扎到 最后投降了 主啊我终于来 我愿意束缚了 后来你再走进教会 再听神的道的时候 你的那个谦顺的心 跟以前不一样 比以前谦顺十倍 主所说的 这是主的道 我愿意束缚 如果你们到教会 永远都是要开开心心 不要挣扎 不要难受的 我绝对保证你们不会成长的 绝对 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道是这样 就让你好受 人生已经很挣扎了 社会很残酷了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开心 No 我跟你说 这个绝对不是上帝 上帝是教你在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难处当中 你怎么预备自己要束缚神 其实要对付的不是外界 对付的是你自己 那你破碎了 挣扎了 那过后你走过那个关头 祝福你们 你的灵性成长 我们叫基督生命 这个生命 这个种子掉在地里面 一定要怎样 要死 对不对 破开来 对不对 然后新的生命生出来 连这个种子新的生命生出来 这个种子死掉 对不对 那个外壳破碎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 一定要经过的东西 才能成长 所以我愿意各位 你要经过破碎的心灵 破碎的心灵 每次听到生的道 那时候破碎 挣扎过 有时候你自己很想要的 有些你自己的动机 你知道不对的 但是我自己放不下 你自己跟神摔跤过了 降福了 那时候你自己有另外一个时间表 敬了 愿主祝福你们 这个信息 等一下我们分成小组的时候 今天我们分多一个小组好不好 不是 师母的 利文的 Esther的 Faith的 今天叫双双 也带一个小组 给你一点挑战 所以大家分担重担 这个是一起成长 分享什么 我的人生当中除了 除了我们很自然的感觉 我们都有 那信主有没有一个新的属灵的感觉 一定问这个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 你问 那主有没有每次听 叫你听到之后 然后叫你挣扎 叫你破碎 或者叫你遇到有一些苦难 失恋的时候 你破碎 那个东西来叫你的灵性提升 有没有 那你发现经过那个东西 灵性提升 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祷 主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 这是对我们来讲 特别我们姐妹们 非常重要的信息 主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见 人人都情感失控 借着各种外界的一些影响 资讯情报来受影响 但是主 你给圣民最好的应许 就是主 我们这个情感 是你所造的 你要荣耀你 求主在这个方面帮助我们 今天借着你仆人的道传讲的时候 来这方面教导我们弟兄姐妹 也使我们重新的认识这个情感 你要懂得按着真理来使用这个情感 也在这个情感能够得到主的满足 主 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等一下分主的时间 有一个很美好的分享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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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